10月13日,星期一 是否好像曬黑了呢? 是的,這兩天陽光漂亮 我曬多了 一到10月曬一月份 陽光是特別漂亮,特別燦爛 除了做運動之外,就喜歡曬太陽 好了,看看市場 接近月中 直到現在這分鐘 10月份的股市仍然是先低後高 低位是3號的22,566點 我指4,5入 高位是9號的23,581點 即是今個月的波幅 暫時升了1,015點 這個波幅中位數是23,073點 即是只要恒生指數 在23073流上 就是波幅的上半段 在上半段當然有條件進一步向上往 相反來說,在下半段就不太好 再看看技術上的表現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以收市指數計 恒指仍然在12,10,50,182至250線線之下 不過這樣 我覺得情況應該可以漸漸轉定 剛才聽到人說,好像佔中的事件 開始慢慢慢慢有一個緩和的跡象 這是一件好事 因為其實已經是兩個星期了 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 尤其是上學的小朋友 或者去金鐘上班人士 是受影響最深的 還有旅遊業 還有飲食業 還有零售業 真是叫苦連天 希望這件事件 慢慢慢慢過了 各行業 亦都可以逐步回復 好像過往那樣的營運 那就好了 股市其實來說 一般來說 不會等到全部落幕了 才行 股市是走在任何事件和消息的前頭 只要這件事件有一個跡象顯示得到 逐漸逐漸淡化 股市已經是先行先一步 先行抽勝 直到事件正式落幕的時間 升勢當然會更加明顯 尤其是一兩日 市況雖然反覆 但是追股的壓力 其實不是大得那麼緊要 我們看看 好像上周四 美股跌335點 到周五進步跌百多點 情況顯示得到 美股高台的股價都比較重 這個很正常 升了那麼多 加上今天 A股也有少少反覆 令到廣股開市之後 就進一步下行 早段已經低超過200點 去到22884 之後就進一步輕輕地反覆 但是在低位沒有怎樣追股 而其後來說 開始慢慢斷定 在23000點左右的水平復回 到下午開出來 就逐步逐步回穩 不但曾經急升上去 日中的高位曾經收復了250天線 收市的客人 是收到23143 比對上日升了54點 成交降落一半 中成 不算特別多 不算特別少 有678億 從一個技術上來說 只要指數升多三幾十點 已經可以回到250天線樓上 而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今個月9日的高位 23581點 因為行指如果跌不下 是有機會再進步向上推升 我有個看法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因為整個中期的調整 是由9月4日開始 當日的高位是25362點 之後跌到10月3日的低位 22566 恆生指數短短一個月之內 已經跌了2796點 相對上個升降 升了3682點來計 指數已經跌了76% 單單說的幅度什麼都足夠了 只是中間有一個佔中的事件 使市況下壓的形態 是會比較明顯的 但是 只要佔中的事件 慢慢慢慢和平地結束 其實這是最理想最理想的 就是說 投資信心是會逐步逐步回復 不要忘記 月底 或者什麼時候都不知道 但是還有一個互講通的政策 換句話來說 當一些不明朗因素 或一些困擾慢慢淡化的話 資金就開始會看即將會發生的事情 如果即將會發生的事情 現在這一分鐘 大部分都會焦點放在 胡廣通這個政策上 到其時 有些新的資金來到 或一些新的部署 股市交頭慢慢熱 股市慢慢走上去 這個絕對是有機會見得到的 所以10月份 其實還有一個機會向上走的 就是說 在技術上的低位開始的上升 雖然去到九號的高位 已經升了1015點 所以要稍微消化 但是消化過後 如果沒有太壞消息 沒有負面因素出來 恆生指數是有條件再向上走的 我講了很多次 在文章上也講了 以22,566點的低位來講 只要今個月有1,500點 這1,500點的勢頭 是向上走的話 即是月中的波幅 如果維持到1,500點 在先低後高的政策主導之下 股市的高位已經可以去到24,000點以上 很快會見得到的 可能不止 只要佔中事件一旦落幕的話 資金入市回補 低級 追貨 氣氛就完全回來了 香港人特別善亡 九月初搶到爆燈的時間 十月就扔到開花 十月初扔到開花的時間 如果沒有特別壞消息 又搶到凌凌盲盲 香港故事從來都是這樣 今天講到這裡 明天這個時間再和他們見